《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今集的主持 在我身邊的這位是 我是Ray 歐振華 是民主青年的常委 我是Chris 蔡宇龍 亦都是民主青年的常委 今天我們和各位觀眾想分享的 就是近期最熱烈的話題 是甚麼呢 今天剛剛有些修改的替暴機制 政府死都不肯 作落區做諮詢 亦都不肯再聽我們這些政黨人士再說 一意孤行就說起來做這個甚麼機制 或者替暴機制 今天還製作了一個新的修訂方案 我覺得這個方案其實對我們這些 政黨人士的新一代是很好的 你怎樣看呢 其實我個人都覺得是OK的 不過他今次的所謂修補 我覺得就等於本身老闆就告訴你 我減你的薪金20元 現在都是不減20元那麼多 減你10元 接著那些市民、那些員工就會覺得 好了老闆真的好了 好像黃恩浩蕩一樣改了給我們 不知道你會覺得 其實以你所理解 其他國家的替暴機制是怎樣的呢 其實其他國家基本上說的 就不會是一個正式的替暴機制 因為大部份的地區 他們用的 就其實是補選的 譬如說台灣這樣 那個位置出了決 無論他是因為可能犯了事要去判贏 或者是因為過身等等 那個位置是自動出決的 而有些國家他用的 就會是譬如說那個位置是那個政黨的 由那個政黨的名額 下面第二個就可以補償 但是今次我們香港這個 就有少少的不同了 那麼他一開始說的時候就說 無論你是辭職 新顧或者是因事都好 總之你的議席沒有了的話 就會由什麼上去替暴 由輸得最多那個 替暴 這件事情令人匪夷所思 另外那個名單 我覺得個人來說 就是沒有可能的 其實現在香港市民很多都反映了意見 甚至乎兩個律師 一個大律師公會和律師公會都說了 其實他們對於那個替暴機制是有一些意見的 他們作為法律的專家都有這樣的提出 其實香港政府應該要關心 那個替暴機制 你首先之前第一個方案 就是說由餘額最高的那個 其實就挺不合理的 因為餘額最高的 即是很明顯在上一次的大選裡面 是不被市民接納的一張名單 而之後現在的替暴機制就告訴你 總之那個餘額最高的 就可以去填補下去了 一個被市民接納的名單 而替暴進去 基本上不是市民所要求的名單 我們今次的事件看到 大律師公會竟然在十天之內 出了三封聲明 就說這個替暴機制是多麼違憲 多麼違背人民的權利等等 這是很罕有的 但是政府依然是不聽的 最可恥的竟然就是那個誰 黃仁龍 黃仁龍身為香港特區的律政司司長 竟然說沒有意見 他其實沒有意見 我個人覺得 他夾在中間 就左右做人欄 因為為什麼呢 他作為一個大律師政府的法律代表 其實他知道問題在哪裡 但他又不可以篤爆政府的問題 而他作為一個法律專家來說 他又不可以違背自己的良心 所以他唯有說沒有意見 所以我覺得他是這樣的 但是經過大律師公會和律師公會說完之後 政府今天提出這個修補方案 其實已經比較上比之前的方案合理了 但是合理之餘我們都覺得 其實整個制度 如果你要改變的話 無論法律還是制度 你都應該是諮詢香港人 人民的議員 諮詢完他們了 聽完他們說了 你才進行這個立法的 但是之前有一個公聽會 在立法會 只不過是每人說三分鐘 他就覺得這樣已經諮詢了香港人 我覺得其實 這樣是不尊重我們香港人之餘 亦都當我們香港人磨道 是的 其中一件事其實 其實我們見到一些左派的人士 經常都說 這個替捕機制好的地方 就可以令到一些反對派的人士 不可以再藉這個辭職為名來搞公投 我記得在五月的時候 公投 所謂的公投運動開始的時候 我們雖然民主黨其實是沒有參加這個公投 但是我們依然覺得 一個議員 辭職 或者任何原因 他沒有了一個議席都好 那個議席是需要人民重新授權 去拿回那個人選去做的 並不是可以說 一開始那個輸得最多的那個做 在現在那個 就直接說是同一張名單 第二個上去做 那麼你們有做過選舉的人都知道 其實一張名單最重要的是 第一個那個候選人 通常第二和第三個候選人 只不過是襯托的 那麼我剛才說了 開頭的時候說 其實這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擺明就是益我們這些所謂的 第三、第四梯隊 今天突然間那個 立法會員說 我跟你一起 你排第二我們去選 選完之後 不知道因什麼事 立法會員不做也好 因什麼辛苦也好 那麼 跟著上來的話 就是我們上位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些 巧妙的地方 想我們支持一下 你覺得怎樣看 其實現在修補了 我覺得是值得去考究一下 究竟是否應該支持 但是就算我支持這個方案 我也覺得是應該交給香港市民 大家一起 經過廣泛討論之後 才再去考慮是否支持這個方案 但是其實政府經常說 外國有這麼多個例子 那麼那麼多個例子 他就取長保短 夾集在一起 一個這樣的方案 其實就 我覺得 比較 不是那麼好的做法來的 當然你說作為年輕的一輩 我們年輕說話大膽一點 就是你問我贊不贊成 我可能都會覺得這個方案 我們是贊成的 因為我們有機會 在藉著的名單裏面 是替補了上去做立法會議員 但是我們也要想心一層 其實市民去授權給我們名單的時候 首選就是排第一個候選人 第二那個也是 當然我們政黨自己擺出來的名單 也是深思熟慮排隊 一後排下去 沒錯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相信如果那個替補機制 能夠更加完善 更加受廣泛市民支持的話 這個替補機制擺出來的時候 除了我們年輕人 除了我們從政的年輕人接受之外 廣泛市民都支持 這樣才能夠真正得到市民的支持 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市民的授權 若然今天說 這個席位出決的話 下一個 就可以直接成為席位的當選人的話 其實對於市民來說 是一個不公平的做法 放心我們現在不要說那麼遠了 就是說這次這個 替補機制 政府的做法 已經是非常之可恥的了 我們看到其實是6月18號 他只是做了一場 所謂的公聽會 但是你也知道 所謂的公聽會 其實全部都是過場的 我們看到我們民主派的人士 也好 一些年輕人也好 去到那裡 聲勢力竭地 和他們數盡這個 替補機制的錯處 政府聽嗎 政府不聽的 我們很希望政府可以這次 再拿回一個方案出來 讓全香港市民一起討論 無論他的好處 話處都好 大家有一個更新立的了解之後 才再作出決定 這次的做法 我們覺得民主黨 我們自己也好 是一定不會贊恨的了 我想在這裏 其實最後也提醒大家 其實03年 那時就住23條的立法 葉太都周圍 做一些諮詢會 周圍去一些論壇 去跟大家說 跟你們說 你相信葉太吧 但這次林瑞麟 一次都沒有做過 只是做這些 立法會做的公聽會 所以其實政府 絕對 是沒有聽過民意 葉太那時 都叫做有做過一些諮詢會 跟著最後 當年03年的時候 七一遊行 50萬人上街 就推翻了 但我們希望各位市民留意 若果你都覺得 不滿意的話 你是應該在今年的七一 出來告訴林瑞麟 讓我們知道 這個泰保機制 其實是不受我們香港市民的歡迎 如果這次被建制派 和政府偷渡機過關的話 我相信政府 日後會在一些重大的方案上 都依然會用這一招 就是我臨時臨急 就放一個方案上去 台面給你們談 然後不給你時間去檢討 亦都不給你時間去做公眾諮詢 一粘粘就放下去 因為它夠票 所以 我覺得 香港市民自己要爭氣 7月1號 我們一起上街 一起在維園見 多謝各位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它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 可以